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5日 今集主要有關英國的訊息很多 首先,你看到有些朋友問我拿葉柳寬公仔 你承受得住? 問一下自己,爆血管都分兩隻 太恐怖了,七老八十,查唇膏查給誰看? 不是,可能已經是一個老牌政客,有身份地位 所以還要聞眉,要聞眉,畫唇膏 這樣就可以顯示到自己的身份地位 但是他明白了一個道理 卯單衰美,尚水綠葉扶持 但是,如果訂回來,你的綠葉 你看到他的眉和唇是深色的 而且也叫規行舉報 結果,兩件東西相影成趣 他就把他的豬膽鼻、頭皮膠紙 全部凸出來 粉底都遮不住 尤其是,以他的歲數 仍然有些黑漆漆的 不過也很壞的,如果你全頭白髮 又被人說白髮魔女 所以他經常用美元發財 他應該尊重特區政府的口罩令 甚至乎把自己的眼睛 我想他受歡迎的程度 就是民望 就會上升 總之,整個臉都遮蓋了 我絕對相信是會加分的 最好扮遊堂,人們還有些寄信 最近大家都知道 英格蘭就輸球給意大利 於是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自己很少看球 但其實 一場球賽也有很多東西看 打什麼陣式 攻守到底是怎樣 以及他想不想升班 隊員的士氣 近日就更加要加入很多不同的因素 甚至乎 包括這個政治因素 就是有機會 約翰遜Boris Johnson 就叫你早點下班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脫不脫勾脫得成 脫得美 我都不說了 至少 你班人 又抱頭抱頸 過到興奮的時候 他的數目控制不住 就麻煩了 所以你輸了他就算了 英國人做事 一向小心謹慎 所以 買衝意大利是值得的 就算你捧英格蘭 也可以有一個政治的考慮 在裡面 意大利人就不會想這件事 他們只是吃香腸披薩 一定不可以吃這個菠蘿薄餅 由於 英格蘭輸波 群情就洶湧 於是乎 很多英格蘭的球迷 就是葉劉淑儀 就走出來 進擊的淑儀 或者進擊的葉劉 走出來抽水 就說你看一下 人家多亂 所以就跟人說 哎呀你們那些BNO人士 想法太天真了 以為歌都虛 生活會更好 我完全同意他這點 依法認同 為什麼 因為我一向都是追尋一些更差的生活 做人太美滿 不是很好 這個是老一代教我的 他們說 做人 是要拿苦來吃 大得苦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所以既然 大家是有大志的 想做人上人的 就要去些沒那麼安全 沒那麼好的地方 所以知道 香港 在有國家安全法則的籠罩下 是十分安全的 我完全是同意這點的 依法認同 因為如果不依法的時候 是會刑事的 所以是依法認同的 而國家的安全 葉劉淑儀說的那些 就是什麼 國家安全匹夫有責 以前這句 應該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 就是匹夫都很沒空 不過Anyway 既然是有這個責任 維護這個安全 你看到非常安全的地方 不適合自己的時候 就去些沒那麼安全的地方 而葉劉淑儀也說得非常之正確 她就說你們十分天真 以為 過到去 咦不是 她有些邏輯兜亂 她說那樣東西 是說BNO人士以為 過到去 生活更加好 是錯誤的想法 我是認同這點的 那就是由於生活更加差 我才過去的 喂 她說得對 去到英國 更加不安全 更加亂 更加有種族問題 嘩 好有挑戰性 就本住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這句 還有操練一下 practice 一下自己的english 嘩 誰知道 你學英文呢 就只有一個基本法則 就是不要學到好像葉劉的英文 那let me finish 她 其實是應該好好學習一下 其他的英文 直接在電視台 跟她說 you shut up 那就算了 說什麼let me finish 我也很想let her finish 看看她大限什麼時候到 這個世界 人生自古誰無葉流 我統合了那幾句 做了一個合集 包括這個董建華就跟你說 移民英國的人士十分短視 這點我認同 香港人一向短視 她說得對 所以 的而且確 就因為短視 所以就移民 然後她又說 國家發展無限美好 將來 會一往無前 乘風又破浪 她說得對 依法認同 就是因為這樣 哎呀 競爭太激烈了 所以想去那些 比較上競爭沒有那麼激烈的地方 我完全認同 她說完那些話 反而就是 令到其他人移民的原因 她搞什麼 另一方面就是這個 李局思 李局思說的就是 她就說 移民的人士 誤會了 那些只不過是短期居留計劃 待得金錢用盡 就會發現香港的好 待得金錢用盡 雖然呢 一字排開 在那個櫻吉列海峽那裡 推了那些人到海螺 哎呀 到時真是壯觀 再加上短期居留計劃 一年之後就取消了 然後 就要你班人走 那我想見識一下 原來這些就是 大不裂天帝國所謂的 當日所謂的 這個叫做 紳士風道 不會吧 我不信 他們未至於這麼沒口齒的 這一點 給他們一個credit 除非呀 真的有人沒口齒啦 那so far 又不是很見到他們沒口齒 很多東西都是實牙實齒 最重要 下到地的時候呢 最近有個好消息 免 隔 沒錯 你一下地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六區 我們香港 那當然了 你都不make sense 有什麼理由我們是黃區才行的 你的確診數 你的屎盲人數 全部都是多過我們 我們定你為黃區又差不多 對啦 林鄭月娥就是整架飛機那些 一下子就把他走 不讓他那些客機 來自英國直接的那些 這樣就降落 然後 林鄭月娥的合集 就是跟你說 他就說 他是尊重移民人士的想法 後面那句我幫他加上 不過呢 搶職金仍然是不會給大家 哦哦哦哦哦哦 我又說到啊 移民的人很快就會感受到香港的好 然後就會回來的了 依法認同 而且啊 就算不回來又如何 你想想 中國神州 十四億的人 香港啊 七百萬人不會走了啊 最多不是走五百萬 那你說五百萬的人口啊 我廣東隨便一粒的啊 那裡都有五百萬人啊 運到下來 完全可以取替香港 摘鬼 沒問題 不要理我自己相不相信 至少他們相信 而且啊 我亦都依法相信的啊 做人的事 就不要那麼多疑心 疑心就會生暗鬼 暗鬼這些就不太好啦 要留意的 你落到訂方的時候呢 第一樣東西 你要有張Lokater Form 告訴別人 你哪裡落腳 其次啊 你要在Day 2的時候呢 寄個Keep給他的啊 那就是你的Test Result 要是陰性 如果陽性呢 就會被隔離 再其次啊 你上飛機之前 72個小時內 那你就好做這個檢測 你用哪本護照出去的 你就用哪本護照做檢測咯 航空公司的規矩 那就是你要有個檢測給你上飛機啊 那這個是航空公司來的嘛 不是英國的入境要求來的嘛 就是他要輸啊 你上飛機的人是陰性的嘛 整件事一清二楚是不是呢 那至於啊 進擊得葉劉就說到 你看一下 人家看波那些多麼亂 那這點啊 我都奉勸大家 人家啊 第一樣東西 你有什麼理由老虎頭上釘膝 在人家張學友演唱會 那叫我愛黎明才行啊 這些場合最好就是什麼啊 要不就是這樣 那邊就穿意大利 右邊就穿英格蘭 那一定不會被人打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明知那些是非之日 那不要出街呢 買菜都網購就算了 那你就要自己去避 這些東西 避無可避 不會的 難道別人啊 書波各樣 那怎麼辦啊 然後爆格啊 不合格啊 即是你書波而已 你又好像那些什麼BLM那樣啊 不關事的啊 在那裏炸家衣 走進去 電話店那裏拿了電話走 就剩下華為 我不知道啦 可能普通話 他們不識字 所以 自己拿電話的時候 拿剩下華為機 就不知道他們怎麼想 有樣東西又搞笑啦 很多人就想著 接種完這個復必太有優待 免隔離啦 哎呀有傻豬豬啦 你無論有針人士也好 沒有針人士也好 去到都是免隔離 有那個檢測令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經常說 那些傻子 生人就不生膽 不過 每個人的選擇啦 總之呢 你又不要讓我見到你的魂魄 一見到的時候呢 現在去到第30隻 為公益的而已 全部打至永不超新為止 不用輪迴啦 做功德啦 不過化為飛灰呢 唉 陳世間有少點業障 我都好 佛陀也有說啦 歸於裂盤 一切殖滅 好好收下佛法咯 講一下而已 說就說永不超新 其實是在十八層那裡煎傲著 所以啊 問米婆才不夠功力請他們上來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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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